首先来关注今天下午中美外长在北京举行会谈的消息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6月18日至19日访华 6月18日下午布林肯抵达钓鱼台国宾馆 随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 此次是美国国务卿时隔近5年首次访华 也是拜登政府首位内阁官员访华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布林肯访华时表示 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方将阐明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和关切 坚决维护自身利益